下班尖峰時機N7車外側車道 這一幕讓騎士全都嚇傻了 這名白衣女子騎著車悠悠哉哉 一手撐著洋傘 另一手緊握包包 緩慢往前行駛 車速太慢 其他騎士還得從旁邊超車過去 仔細一看他腳踩的 還是沒有手把的平衡車 很危險啊 他不是 他不是腳踏車還是什麼的 腳踏車也不能上去吧 我會離他遠一點 要不然太危險了 他本身的道路已經很窄了 然後你又再放一個空間 去把它占掉的話 就基本上你就是 完全沒有辦法變換車道 就只能一直騎這條 那如果說這邊有一些落霧 或是什麼就很危險 20號下午點多 女騎士騎在台北市中正區 連接新北市永和的福和橋 正值下班時間 往新北市方向的車潮相當多 機車道也很狹窄 明明從公館上潮這頭 就有明確標示 自行車不能行駛機車道 實際走一遭 不只腳踏車 連行員都走在上面 讓人看了 捏把冷汗 儘管是代步工具 但這名女騎士也已經觸法 像是公園周遭 人行專用道及大馬路屬於公領域 現行法規規定 非汽車之動力載具 沒有申請就不能騎上路 最高可以開罰3600元 像這種平衡車沒有握把 只靠著身體重心改變 前後左右移動 時速最快可以達到25公里 現在不只拿來當拍車器材 連民眾都會當成代步工具 獨輪車平衡車或滑板車 未經申請都不能上路 也讓工潮逐漸退燒 但這回平衡車驚險和機車徵道 還好沒有發生意外 否則恐怕釀成嚴重傷亡 提供希望進入速配與台北採訪報導